这个石头啊啊分有玉种的没玉种的 知道吧就有没有就实性的是吧就是你是石头就是石头卡瓦就是卡瓦他有这个石包玉就是石包玉 里边有可能是黄玉 有可能是白玉 这有可能是石头蛋子不 那是95%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你都是从叫什么玉龙科师盒减块石头咔哈卖我一千 你要拉一卡车来我还得给你卖房去啊 这个就是已经漏着全是基本上漏肉了那个这个啊你可以包过去啊这轻轻一磨就是下去就是白吗 黄的行吗白的能值多少钱啊 到底是白的之前黄的之前呀 一红二黑呀 你这意思白的还俗呢呗 对呀 这是一籽这能出一大牌子呗 什么也不能动 动了就贬值 这样就涨钱 人家买不是欲不着不成器吗 你 那你除非你找 现在的顶级大师知道吧 给你叼 叼着一块我估计得得收益几万 你买的不是抢啊 不抢这工料对半 大师急的一直是工料对半 你这东西 你这东西 你人家不能玩石头花好一万块钱呀 这太正常了 我都自己我都玩 你有钱你不一样 你得以 你这个客户这种感觉 客户 你你记着不行啊 嗯 过去玩石头的都挣大钱了 玩石头的原石的正经挣到大钱了 你为什么 人没动 这就是给子孙后代留的东西 我要是给我儿子留块石头 他不砸我死了 他不砸棺材呀 这东西 那不可能 你留点惯他行吗 不可能 不是你干我这个你要有本事跟你儿子啊 嗯 留那大子留个三块五块的都不用 顶级一级白的一级好的 赔了前面让他挖我的分界都甭挖你的 就比如说这东西我赌赢了能挣多少钱 十赌九输 完 你这意思我肯定得输啊 十赌九输 如果赌中了啊 那就得翻 你刚才我跟你要1000 那里边要是白肉红皮白肉 你那个得分 翻100倍 知道吗 十万呢 那新鲜吗 那我得博一博你这意思 你博 那是你的事 我不博 我就是原始卖原始卖 我没博 知道吧 挣钱就走 这这个不是那个对外边那壳了吗 对 他他这个皮子你看能看得见 他已经浴化到 就是 层次已经非常深了 你看这个浴化多深了 就白点了是吧 就不是 他已经这 石头一共有多厚啊 你看这个浴化多深啊 这个就玩皮料就行了 知道吧 这要拉开了里头啥事 不用拉开 这块不用拉开 雕也是围着这个巧雕 知道吧 那很得露肉啊 这就是肉了 这啥肉 这黄的巴基谁瞅着上啊 黄玉没听说过 听说过也不是那样 我见过前龙的那样的 那家伙 有我这好吗 好好好 那得问前龙啊 我告诉你 他那真不一定有我这好 谁要雕了吧 恨不得就不能卖你 这东西就不能丢 不丢 花好几万买一趟 走的是 当然是不能动了